不该不该不该 都是我不该 不过最不该的还是 不应该让韩丽 出现在你的世界里 叶凡 你怎么发抖了 你全身冷得 像一根冰棒一样 我去帮你放点热水 洗个热水澡 我再帮你 浇点热汤给你喝 不 我先给你泡杯热茶 你等一下 你在这儿坐着 我去帮你放点热水 看到这样冰冷冰冷的你 让我想起了 室温的那个你 我这样一心一意地 想给你温暖 怎么总会让你室温呢 不要再吓我了 好不好 什么西藏天山 隔壁大沙漠 我求求你统统不许去 是 是 是 我哪儿都不去了 等一下你先泡个热水澡 我去楼下的精品店 帮你买两件衣服 这样的衣服 怎么穿出去演出啊 算了 星辰那瓶 今天还是请假吧 滚 多喝点水 什么 叶凡今天晚上不来表演了 那么 你们和好啦 是啊 那么你的西藏型呢 怎么办 取下了 你呀 要是以后再有这种怪点子 你就记得要告诉我 我再帮你夸大一点 说不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呢 好了 好了 你就不要再嘲笑我了 那个韩丽啊 真是让我心惊胆战的 简直是我超级的心头大患了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她消失呢 你说我把火车票送给她有没有用啊 韩丽是个很不简单的人 是个深思熟虑的人 才不会像你这样冲动 这样感情用事呢 我劝你啊 以后做事情要多动动头脑 不要总是感情用事 你去西藏 人家韩丽肯定乐坏了 亏你想得出来 好 以后有什么事情 我就先请教你 先不跟你说了 我去订晚餐了 好 拜拜 叶凡 我订了餐 过一会儿就送上来 我们好久没有一起吃晚餐了 我还有一点点小心烦 就像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感觉 就像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感觉 我知道了 拜拜 韩丽的电话吧 我看到你带着我送给你的枯叶碟 还有你用着我送给你的手机 虽然那个手机不能过滤我不喜欢的号码 但是你肯用它 对我来说 就是一种很大的鼓励了 来 慢点 祝你生日快乐 叶小姐 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你们 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了 谢谢 好浪漫啊 谢谢 来 来 来 生日快乐 今天我生日 我也不知道 今天是不是你的生日 但是你以前资料上 四月二号是你的生日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四月二号 是你被叶家烧养的日子 我想一年的三百六十五天 总有一天会是你的生日吧 本来我要收拾我的行李 准备明天的放猪 谁料到 今天能跟你一起共结晚餐 这顿晚餐 对我实在是太珍贵了 所以今天就是你的生日 客人 cier 女朋友 不许掉泪 我总算有自己的生日了 那我每年的今天 都帮你过生日 每年的今天 我的意思是 如果我们在一起 就一起陪你过生日 如果我们不在一起 我就单独帮你过生日 快吃晚餐吧 你能不能答应我 以后手机都不要关机 让我二十四小时 都能找到你 是 我答应你 但是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例外 因为我不想别人打扰我们 你也一样 行吗 你像星星和月光 太好了 我不用去放逐我自己了 我要留下来继续作战 起飞 加油 来 姐 姐 姐 你怎么回来了 颜色怎么那么不好啊 是不是有点什么事啊 没事 就是想你了 回来看看 海花 你男的也会回来 我给你洗樱桃去 你们俩生活得不错 都发胖了 胖了 我又胖了 都怪你 都怪你 让我吃 让我吃 怎么都怪我 啥事都怪我 我什么时候让你吃 你让我吃 姐 我真的胖那么明显吗 看来你这实习媳妇 做得不错吗 还算过关了 也就只有我 可能真的不适合婚姻吧 还 海花姐 你是不是在耿家受气了 你遇到什么事 都跟我们说呀 姐 如果你有什么事 你就得告诉我 咱们一起分担 我知道最近耿家 出了好多事 我不想打扰到你 所以没有去找你 既然你现在回家了 就好好在家里 休息休息吧 海花姐 你要是想吃 我妈做的招牌炸鸡 我们陪你一块吃 行了 你老别在我耳边吵了 回来就是想倾尽倾尽 我还是上大街上走走去吧 姐 海花姐 姐 你别走 我们不烦你 不吵你就是吗 是啊 那个耿家的孩子怎么样了 耿家的小孩 他妈都住到耿家去了 什么海花 耿家分了吗 跟你说 耿家的事啊 我听他说了一些 孩子他妈回来干吗呀 他算什么呀 他考虑过你的感受没有啊 这事绝对不能这样做 不行 我的亲妈呀 这是人家海花姐的事 你就别插手了 更何况 耿家的事我们更管不起 妈 咱们回屋歇着啊 这不关咱的事走走走 怎么不关咱的事啊 他们俩不是咱的亲人吗 是 他们已经够可怜的 没有爸爸没有妈妈 就是我这一个长辈了 海花你放心 只要我在 不能让你在耿家受点委屈 放心 若 海花 我们两个话还没有说清楚 你给我回家 回什么家 这就是我家 若晨哥 你放手 现在是在我们家 你对不起我姐 所以我们家不欢迎你 你在我们家 没有权利发号施令 你这耿家的小子吧 儿子 把他给我拿下 妈 你干吗呀 现在不是你抓坏学生的时候 拿下什么呀 拿下 他是若晨哥 以后是我姐夫 你别乱说 你这 我 你说什么呢 什么姐夫啊 现在叫姐夫 未免太早点了吧 伯母 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解释 我必须把海华带走 失礼了 我不回去 我总有权利休假吧 等我们两个把事情解决了 我才准备休假 跟我回去 你站住 走 干什么呀 海华说不走就不走了 这是她的家 她有权利 你算什么呀 她是没有娘了 可她还有我 你放开她 放开 放开 妈 若晨哥 说妈妈 请订阅 这辈子 这辈子 你这么再来 要有什么 我 我还想把脸 curt� 脸比你还 message 我就说 也要我 我把脸关掉 我看你 陆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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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 放下来 你这对不住 你这对不住 帮你 你跟我给你 你跟你回家 跟你回家 你好意思这么说吗 那到底是谁的家 那当然是我们的家 你到底还有期多久啊 你知道你这样莫名其妙地跑掉 我爸都快急疯了 又在小薇面前大吼大叫的 我也被他冲骂了一顿 难道我不能有自己的脾气吗 你开口小薇闭口小薇 你心里就只有你儿子 你还来找我干什么 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离下突然跑掉 家里就乱了套了 爸也不遵守你的规定 又在孩子面前大吼大叫 这些规矩不都是你定的吗 你自己应该很清楚 你在耿家的影响力有多大吧 影响力再大有什么用 我就是个外人 一个特别护士而已 海华 海华 好 明天我们就去登基结婚 让你成为我的内人 让你成为耿家正式的媳妇 去他的外人 去他的特别护士 这样可以了吧 我不是来给你这么一份 你到底懂不懂啊 我就是生气 我气我自己行不行啊 那你为什么要气你自己啊 难道你做得还不够好吗 我承认我不会哄女人 但是你所做的一切 对我们耿家来说 已经是个天使了 你为什么 要这么苛责着自己啊 季矮侠他到底能够威胁你什么呢 我容不尽你们父子的世界 并且中间还处着一个他的生母 我想我一辈子都没有办法 取代小薇心中母亲的位置 我 我 我都不知道该不敢跟你走下去了 我不准你有这样的想法 你为什么一定要融入小薇的世界 将来我们会有自己的孩子 爸爸不是已经取好 他的名字叫做小易吗 海华 没有人要你当圣人 你何必把自己逼得这么苦呢 你懂什么 你就是个粗质大爷的男人 你什么都不懂 我懂 我知道你在气自己 做不到不吃粗 你在气你自己 像个小女儿一样爱比较 没有人是你的对手 你太高估计爱侠了 你怎么这么傻 是啊 我怎么会这么傻 我把自己 逼到这么可笑的局面 我也算是这个世界上 最傻的人了吧 好了 你别哭了 不哭 不哭 我告诉你 你逃不掉了 你是我耿若晨的财产之一 我现在命令你 不准哭了 我现在呢 带你去兜风 把那个气暗高涨的 女宝君找回来 走吧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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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年的养育之恩 我和妈妈相依为民 我已经没有办法 孝顺爸爸了 只有妈妈 她的选择 就是我的选择 不能再动摇 绝对不能再动摇了 叶凡 叶凡 你在下着吧 齐妃 你记住 在法国那段日子 虽然发生了很多状况 但那是我最灿烂的一段日子 我把我所有美好的一切 全部都给了你 我的初恋 我的浪漫 我的梦幻 我的快乐 还有今天晚上全新的生日 我觉得这些 都足够了 我很满足 真的 满足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为你做 我还要跟你度过很长的日子 叶凡 你说这番话 该不是有别的意思吧 你看你现在 怎么跟惊弓之鸟一样 我说了什么让你这么紧张 不过我确实已经有决定了 我想 你别想了 你也别说了 我感觉你又要说一些让我伤心的话 今天是全新的生日 我们完美地度过 不好吗 你看 现在外面雨也停了 我陪你出去散散步 然后再送你回家 别让妈妈担心了 好不好 好 难道你就打算继续这样走下去吗 你不会就像这样一直走回我家吧 雨后的城市多舒服啊 如果你身体可以的话 我真想一路这样陪你走回去 真不知道 中国成语的天涯海角长什么样子 我们一起走的天涯怎么样 天涯海角 也许等我们头发白了 牙齿掉了 也不知道究竟在哪里 如果我想走的头发都白了 你愿意陪我一起去寻找我们的天涯吗 只怕我现在 已经没有办法给你想要的答案 齐妃 上海的事到此结束吧 我已经不能再给你什么了 我不需要你给我什么 我只希望你做一个正确的决定 你看这个城市 多少人在匆匆忙忙地走着 多少车子载着行人 去往他们小区的地方 他们大概都有了方向 或者直接回到自己的家 现在你的家在哪儿 你还是没有搞清楚 你还没有方向 我来帮你决定方向 你不见得同意 所以 我们就让时间来决定好不好 可是你明年就能顺利拿到学位了 你现在放弃法国的一切到这里来 你这是在浪费时间 你跟我谈什么时间呢 错 学位我根本就不在乎 明年拿不到 后年还可以拿 这件事情根本不重要 现在我所有的心思和意志 全部在你身上 我不逼你 我知道这件事情 欲俗则不答 但请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 再等我一年怎么样 如果我不能让你坚决 义无反顾地选择我 那么我一定退出 我绝对不会再来打扰你 如果那个韩力真的爱你的话 她应该也不在乎等你这一年吧 好 我答应等你一年的时间 但是 你得先回法国去 回去把这学位先拿到 不好 我可不敢太冒险 这一年的变数 实在是太多了 天哪 你没事吧 没事 你看 我怎么可能离开你呢 我的工作 就是为你随时遮风挡雨 好 一年的时间 一定要好好把握 要一步一步地进行 先从第一步开始 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把叶凡母女 从韩力那个豪华住宅搬出去 但是 如果要征求叶凡的同意的话 肯定是一场大战 所以只能先斩后奏 先找到合适的房子才说 我实在是不能不管你了 这些日子 你到底在忙些什么 听人说 你包养了一个玩音乐的女孩 你还把她藏在了上品大楼的嘉宾室里 你会不会玩过头了 什么包养啊 爸 你说的会不会有点太难听了 我的性格你还不了解吗 我这次是认真的 人家是有名字的叫叶凡 我已经跟她求婚了 只是她还没答应 你已经向人家求婚了 我居然不知道是谁 那少轩呢 少轩 少轩一直是你的安排啊 我根本就不喜欢她 我爱的女孩子 是有艺术性的 有气质的 有风度的 有见解的 不是花瓶 说了那个女孩有气质 有风度 有见解 那她为什么住在我们家的屋子里呢 爸 这事一言难尽 您坐下来 我慢慢给你解释行吗 齐先生来了 伯母 叶凡 我们赶快出去一趟 出去一趟 去哪里啊 我也要去吗 是是是 我们一块去 赶快 张嫂 把太太跟小姐的外套拿过来 你能不能动作快一点 太太 你们要戴哪一件外套啊 随便拿件就可以了 等一下 你又在玩什么花样啊 我现在真的招架不住了 每天被你玩得团团转 你跟我走就知道了 走 我 我 妈 来 快快快 好 快走 快走啊 请进 这房子是很实用的居家住宅 三房两厅 厨房 浴室 席间都有 这两天我一直在找房子 最后我还是选择了 这简单舒服的大楼型住宅 这比寒厉的房子小很多 但是却温暖得多 伯母 这间呢就是您的房间 真不错 房子是全新的 租金也合理 所以我就帮你们租下来了 什么 你已经给我们租下来了 你凭什么帮我们母女做主啊 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搬家 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我跟你商量一下 我们两个又要吵架 而且看房子 是很累的一件事情 与其你累 不如我一个人累 伯母 韩丽那个房子 实在是太豪华了 而且住在那里 像住旅馆的感觉 没有一点家庭的感觉 相信您住的也不是很舒服 对不对 更何况我已经打听过了 据学号说呢 韩丽那个房子 是她用来招待客人的招待所 她平常也要用的 您这样住着 对她也不好是不是 这房子是不错 只是韩丽肯定不愿意 我们搬家的 要搬家 我们是不是要跟韩丽说说呀 伯母 您要搬出来 为什么要征求韩丽的意见呢 这样也太没道理了吧 您就跟韩丽坦白说 那个房子你不习惯 实在是太大了 直接搬出来就好了呀 而且啊 这个房子 我已经用了叶凡的名字 把它租金 还有押金 全部都付清了 是一年期的 那 那这一个月的房租多少钱 我得看看我薪水 付得起还是付不起啊 一个月两百块 你付得起 你少来了 一个月两百块 像这种全新带家具的房子 怎么可能便宜啊 到底多少钱 快说 叶凡 记得你刚到法国的时候 你住在贝斯家 也没有因为房租 跟贝斯斤斤计较是不是 难道我连贝斯都不如吗 只要你们母女俩 看看这个房间 到底适不适合你们 其他的事情 你们就不要管了 这房子啊 真不错 也挺适合我们母女的 只是 我们就这样搬出来 韩丽会不高兴的 如果你们一定要住在 韩丽的房子 不搬到我千辛万苦 帮你们找到 布置好的房子 我齐飞也不会高兴 如果一定要得罪一个人的话 韩丽比我有风度 有涵养 你们还是得罪她 千万别得罪我 你这什么歪理啊你 什么歪理啊 我正当里还有一大堆呢 以后再跟你慢慢说 伯母 你们就不要再犹豫了 我已经帮你们 找好了搬家公司 明天早上九点 就帮你们搬家 这 叶凡 就算我要搬 我也得 我也得跟韩丽说一下吧 你这 叶凡 我再跟你单独谈一谈 伯母 您参观一下您的新居 来 叶凡 我找遍了上海 想帮你找 有关酷叶的装饰 或者是用具 但是居然什么都没有找到 只好 拿这些蝴蝶来充数了 叶凡 这个小碟子 是用来给你放灰星针 和发卡之类的小东西 这个小瓶子 里面插着我那只 雨中的红玫瑰 看到这些蝴蝶 就应该像看到我一样 叶凡 搬过来住吧 我说这几天 你怎么不来烦我了 原来你到处在找房子 我从海里的房子里搬出来 搬到你的房子里 我就比较高贵了吗 我跟韩丽不可以相听辩论吧 这个房子 是用爱心腹的房租 这个房子的每个细节 都是我亲自打点的 韩丽那个房子 只是他们公司的招待所 你临时住住也就算了 怎么能当成家呢 家 这里难道是我的家吗 不 这也是你临时居住的地方 我们的家 当然我要跟你慢慢商量 据屋侧更好的房子 更适合我们的城市 你不要自说自话 一厢情愿好吗 我也不是你的人 我都已经兴冲冲地忙了好几天了 你一定要这样泼我冷水吗 我不相信爱已去不回 雨水渐沉着 我们三下的陶醉 好想抱着你 告诉你我心中的后悔 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机会 不懂的谦卑 爱多语言搁浅在心里 一凡 明天一早 我就去帮你搬家了 在表白 你的笑容已主打 快跑跑二人在 我们找爸爸吃饭去喽 爸爸我来了 小微乖做好吃饭啊 来 儿子妈妈抱你 来 吃什么 告诉妈妈 季小姐 那是海华姑娘的位子 怎么 这位置还规定了 非谁做不可啊 一顿饭而已 做哪儿都一样 没那么多规矩 谁说没有规矩的 在我耿家吃饭 就是得讲规矩 你回去坐 这是海华的位子 今后大家都记着了啊 别随便乱坐 爸说得没错 没规矩不成方圆 这是爸从小教我的 海华你坐回去 小微听话你坐回去 吃完了爸爸再陪你玩 好走乖儿子我们坐过去 怎么了儿子 快坐 慢点 乖不哭了啊 非要坐那个位置啊 那个位置呢是海华阿姨的 不哭了 乖 爸爸不是答应你 等你吃完饭以后 他带你去玩吗 好不好 好了啊 乖不哭了 怎么样 还行 控制得还不错 再接再厉 知道这个季矮霞在这个家里头啊 就像根刺一样 让每个人都难受 你可别让自己受委屈啊 你该说话就说话 该发脾气就发脾气 别在那忍气吞声的 你还真是我遇到 这个世界上最怪的人 老让我发脾气 我干吗发脾气 我才不生气呢 我要修生养性 什么时候开始要修炼了 我从遇上你的第一天 我就开始修行了 我们医院啊 要是要举办一个 最难伺候的病人的票选 你绝对是第一名 好啊你 胆子越来越大了 敢拿我来开玩笑了 我让你修炼得有那么痛苦吗 比起季矮霞来 花差多了呢 其实也还好 这两天我在想 老天爷呢 其实就是故意 安排一些事情来磨练我 所以我绝对不会委屈求全 绝对不当小媳妇 绝对不会忍气吞声受委屈 我只是希望佳和万事兴 不要给你的健康加把火 不错 算我没白疼你 我了解你的委屈求全是大体 放心吧 我不会亏待你的 爷爷爷爷 小薇 来来来来 到爷爷这儿来 爷爷爷 小薇啊 爷爷爷爷 爷爷爷 爷爷椅子下风火轮 呼呼呼 比地铁还快 真是太聪明了 太有想象力了 比你小时候聪明太多了 这是一定要的 因为小薇是我儿子吗 什么话 你们两个全有我的基因 爸 不一样 我身上还留着妈的基因呢 你看看海华 这个混账儿子永远就只知道跟我唱反调 你们父子俩的战争我不参与 小薇你儿子将来大了也是这样对付你 小薇不会对不对 小薇最爱爸爸了 爱爸爸 爱爷爷 爱阿姨 爱妈妈 还爱你爷爷 爱你奶奶 统统爱统统爱 小薇啊 你一个都没漏啊 怎么这么聪明啊 真是太聪明了 我的好孙子 他性感好没有 爸 我都忘了这回事了 这么重要的事你也能忘 你那个爸爸不乖 来打他 打他 来 你 好 好 好 丢得好准 这么说 你花了钱赎了人 安排地方给他住 还向他求婚 人家没答应你 却从法国跑了一个前男友 可你抢夺他 就是这么回事 上次在这里打架的就是那个前男友 抱来两百万现金不肯抱走的 也是那个前男友 有点出息好不好 被一个女孩子耍成这个样子 赶紧把她给甩了 她不是好东西 她一定是看中了你有钱 连她的前男友 都是个诈骗集团 来核诈你的 爸 如果是诈骗集团 他们干吗捧着招票来还我 我不接受还要跟我大大出手 事实就放在这儿了 是我在追求叶凡 只是还没有追到手而已 这么追求也没追到手 你怎么不说呢 在我们韩家只有倒追我们的女人 哪有韩家追不到的女人 说你呀 太嫩了你 喂 来 什么 明天一早搬家 搬哪里啊 不行 你在这儿住得好好的干吗要搬家 那个齐飞这样做是不是在向我宣战 你什么都不要说了 我现在马上就过来 你别急啊 你过来干吗 你不是要上班吗 我搬家又不是说你不能来看我了 你还是可以来看我啊 或者是惊悚我上下班去星辰什么的 可你住在她的房子里 你是在向我显示 你是她的人吗 什么呀才不是呢 只不过那个房子比较适合我跟我妈吗 在你债务还清之前作为抵押你不能搬走 什么 对不起 我 我马上就过来 我 我们当面她好吗 喂 喂 我的那个亲笛要把她搬走 我现在马上去找她 对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了 这是我们韩家的事 这是我们振兴公司的事 我也和你一起作战 不能输给那个叫阿飞的 爸 我自己的事情让我自己来处理行不行啊 温腾腾的 追了几个月都没追到手 我不出马行吗 这 怎么 她有什么意义 她说不让我搬家 说我使她的抵押品不许搬 岂有此理 你干吗呀你 没事吧 好了你先回去吧 我来跟她谈 绝不 我让你一个人留下来面对她吗 什么抵押品 把话说得那么难听 我不是已经把钱还给她了吗 这个人怎么那么蛮不讲理呢 我要留下来保护你 她不是蛮不讲理的人 她这个人很君子的 现在大概是气坏了 好了你先回去了 留下来要吵架 反正我明天一定搬家就是了 我不走 我也有话要跟她说清楚 季小姐 小乐的衣服都洗好了 又麻烦你了 挺搞不懂你的 在这个家又像女主人又像管家 甚至有的时候 连佣人的活你都干了 做这么多不辛苦不累 只要是发自内心想去做 愿意去帮忙的事情就值得做 前两天给小薇买的衣服够不够啊 还有你还缺什么 怎么 还想照顾起你男人的前女人 白海华 在我面前你就不必装了吧 无论你做什么 我都不会理解 我已经说过了 只要是发自我内心我想做的 那就值得去做 就像我照顾一位客人 我也总得付出关心吧 客人 在你的眼里 我只是一位客人 这只是个比喻 那 你愿意我把你当做什么呢 好朋友 好姐妹 不必 我是小薇的母亲 在这个家里 应该受到起码的尊重 在这个家里没有人不尊重你 倒是你应该想一想 你把这个家里的人都当做什么了 你有没有一直充满敌意 忽视所有人对你的真心 好了 再继续说下去 估计我俩说话都不会很好听了 那我就先走了 对了 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的话 尽管告诉我 我会尽我全力帮忙 来了来了 好 韩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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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韩总经理 好 韩总经理 听见不 我来晚了 我来晚了 让我好好地看看 我儿子眼光没看错人哪 韩丽他今天跟我说 他说向你求婚了 这在我们韩家 可是个大事啊 所以 我特地前来看看 我的儿媳妇 听说你的朋友 要让你搬家是吧 这太上感情了 搬什么家呀 这家就是你的家 多一个事不如少一事 对不对 秦家母啊 你交了一个好女儿啊 如果嫁到韩家 一定让你们过上安定 又安心的生活 你们母女俩苦日子也过够了 我们韩家 一定会把你们照顾得 周周到到的 我是齐妃 谢谢你们及时帮助了叶凡 我和叶凡和叶伯母 都非常地感激 这些天她们母女俩 一直住在你们家 给你们打扰了 实在是抱歉 我已经帮她们安排了别的地方住 明天就可以搬家了 这间房子就可以还给你们了 什么叫明天搬家 明天搬家什么意思 你们都不和我商量一下 就这样通知我吗 你们母女是我带进来的 要走要和我商量一下吧 韩丽 这些都是我安排的 有什么气你冲我来 别对叶凡大呼小叫的 秦妃 我已经忍无可忍了 上次你把钱丢在办公厅就跑 现在又要叶凡搬家 一再侵入我的个人领地 要叶凡搬家没那么容易 那你要怎么样 有话好好说嘛 有话好好说嘛 叶凡 来来来 听我说啊 你就饶了我儿子吧 实话说啊 韩丽还从来没有 对一个女孩子这么认真过 我就是想知道 谁想搬家 秦家母啊 是这儿让你住得不舒服呢 还是张嫂 没把你们俩伺候好 哪有 哪有 这里舒服极了 张嫂也非常好 那那就对了嘛 搬什么家呢 我今天来一趟啊 就算是我们两家的家长 正式见面了